没有,也有把玩的火花 好,开始上了 每周三下午台南市德高国小汤淮德老师办公室都会挤满学生 他们不是来写作业,而是拿着蜡笔和画纸来画画 因为对儿童文学和绘画有兴趣 州族的汤老师四年前开办课后绘本班 训练学生把原住民的传统神话用八张绘图呈现出来 因为他认为台湾原住民神话的丰富性 不输给国外一千零一夜以及安徒生童话 西方有安徒生童话 一千零一夜 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这么丰富 十六组 要做到一百本绘本 一千本绘本 可能不会只是一个梦想 那刚好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来到德高国小 当然有碰到很多的校团主任的支持 四年来 真的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这个就是先主角 因为他是最后他会 最后他会因为一只鹿而死去 所以这是他爸爸 第一次上绘本课的郭同学 了解故事之后 从构图开始 将故事内容转化成图画 其他同学也都认真的为图画上颜色 这些同学来上绘本课的理由都不相同 就是跟动物啊 或者是一些鬼或神啊 都有关系 就觉得还不错 可以把文字改变成绘图啊 可以画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学习不一样的绘画技巧 可以自己创作自己的一本书 然后就很有成就感 德高国小原住民学生并不多 全校只有九位 因此增加非原住民学生 文化互相交流的机会 我们在看绘本的时候 不会有偏见 只有看到很精彩的内容 绘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把我们的文化 把文化跟主流文化 做一个桥梁 绘本是 我发现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桥梁 加上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参与这个绘本的创作 无形中 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上面 他们对原住民就不陌生 而且欣赏到原住民最棒 最精彩的这个神话故事 目前这个绘本班 总共出了将近50本的神话绘本 里面文字有三种语言 原住民族语 国语 还有英语 让国外朋友也有阅读绘本的机会 记者巴朗台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